第一段就這一個,這個SUB 這個SUB是下載一頁 那你會想說這個怎麼用 大概有幾個地方可以做變更 因為我們將來的網頁 資料其實就是這個網址 所以其實這個網址將來如果你假設要抓別的 網頁的資料你把它變更一下就好 貼過來就好 蓋掉 那這一段是抓一個網頁 抓哪個?抓第一個網頁 可是如果你要抓第二個網頁的話 那你可以觀察一下,比如說像第一頁 主要是觀察哪裡 你可以看上面的網址 有沒有發現它有個規則性 這個是它的網站 有沒有叫什麼 Lotobar 有沒有 然後後面有一支程式 這個程式叫什麼 List 有沒有然後呢 LTOO.ASP 有沒有 然後後面問號指的是傳給它參數 什麼參數 indage 就索引 page就頁 等於1 意思說這個 這個就第1頁 Orderby是new 應該是由新到舊 所以以後的話 其實你如果輸入2會怎麼樣 indage page等於2 Enter 你會發現 這個1的話應該是 2012 4月 16 有沒有 到哪一天呢 到這一天 2月5號 所以如果等於2的話應該是2月5號再往前推進 Enter 有沒有發現2月2號了 那2月2號的話在其實就是第2頁的意思啦 就等同是你點這邊頁數一樣 有沒有然後再來就是 2020的10月23 那10月23在第3頁 有沒有一直在推 所以其實我們有個規則性 有沒有 2月23 2月20 有沒有 然後1、2 到60 總共是幾頁 總共是62頁嘛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數字變更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我 可以寫個程式是什麼程式 就 把剛剛的這一段有沒有 把它修改 改成批次 那批次改哪裡 第一個就是 for i 等於 1到 62 然後呢 把它 後面indage page等於 就是再加上i就可以了 這個概念跟那個之前的差不多 本來是e嘛 你變成 那個數字就跟著i變動嘛 那另外第二個地方會需要變動 Distination Distination就是說你將來這個網頁的資料 要放在儲存格的哪一個地方 那range後面加一個ae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第一頁 放在ae 第二頁也放ae的話 那不對 他會怎麼樣 他會把它蓋掉 不過後來發現不會蓋掉 他是把它擠到儲邊去 OK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就想一個辦法 就是把那個ae這個e有沒有 改成一個變數叫r 這個r的話 就是會隨著你將來放的位置一直往下移動 那怎麼做 當然呢 我們這邊用一個方法 就是 用追蹤的方法加1 也就是你第一次抓的 第一次就是因為它裡面 A1裡面沒資料 所以r等於1 就從ae開始幫我放 但是如果它不等於空的 表示說呢 A1裡面呢 已經有放資料的話 那你就幫我向下追蹤 加1 意思說追蹤到下面之後 下一列啦 意思是幫我放到下面的意思 那就取得一個r 然後利用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把1到46頁的資料全部取回來了 OK 我應該可以懂這個道理啦 只是說因為細部的操作複雜度 又比較高啦 所以僅供各位參考一下 那開個頭啦 因為如果你將來你的資料 很多是來自網路的話 那我覺得你有必要 把那個網路爬蟲那個技術學好 當然不學活得好好的 只是說你可能會比較累吧 每天要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那如果你會爬蟲的話 好處就是 按個按鈕 資料呢 就全部下來了 不是很方便嗎 所以你這個可以取捨啦 怎麼做 這邊提供給各位一個方向 但是不是抓下來就OK喔 抓下來還有一些地方 需要把它變成我們可用的資料格式 所以底下就是做那些事情 OK 所以如果興趣同學可以再了解一下 這個是剛剛講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 請各位待會 再來 幫我做 第二個 所謂的這個 這兩個做完之後 再來做那個格式化跟格式化清楚 那所謂的格式化跟格式化清楚這兩個按鈕要做什麼 其實功能很簡單 我希望幫我做一個功能 因為我希望 這個我已經知道 合計裡面 哪個機率最高 而且排名出來了 那我想要知道說 那個排名裡面呢 是前七名的 因為我如果客後 我希望客後遇到 如果 路過投注站的時候 那我希望 知道有前七名 機率最高的 那我或許可以去 買一個 大樂透之類的 可以當成參考 可是問題來了 以前的做法是什麼 排名要前七的 所以基本上是看到 小於等於七的時候 幫我把這個號碼挑出來 但我們先不要講挑出來 我們只要做一件事 如果小於等於七的話 幫我把 填一個底色變黃色好了 類似像這樣 小於等於七 把他的底色 變成黃色 小於等於七 像這兩個 這兩個一起 可是問題喔 我們現在是人工嘛 變用眼睛看 人工去塗 對不對 那這樣很浪費時間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用VBA來撰寫 同樣功能的程式的話 該如何撰寫 撰寫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清除 清除就是把這些恢復成沒有底色 所以這邊有一個清除 這個是格式化 看一下 12號 21號 2728 有沒有 3 3 4 39 好 再來清除 那可是要程式該不會撰寫 OK 第一個的話 當然我們要怎麼 寫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是 x4i等於2到第43列 2到43 然後我們只要做什麼 如果if if這個什麼呢 salesi列的一欄裡面的資料 是 小於 等於7的 小於等於7 如果等於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幫我把 找到的那個 同一列的 A欄的資料 幫我把它填一個底色變黃的 那程式應該呼之一區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剛剛講完的 所以盡可能我是希望說 你們學完這個課程 中期目標是 你可以 很流暢的 我們把我們的 剛剛講的這個過程 然後你就可以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基本上你以後工作就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在寫什麼寫 其實我就先看一下 RUN一下 那我知道回圈跟邏輯 然後做什麼事情 就把 該寫的寫上去 那就OK啦 我們來寫這個看一下 所以程式的話 基本上一 請你先開啟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二的話一樣插入個模組 模組裡面的話 就寫什麼 格式化 底線VBA OK 我們這個前七名這個先把 這個把它delete掉 假設這樣 然後 這個地方的程式撰寫 那首先的話 當然一樣 我們就寫一個 Sub 格式化 底線VBA Enter 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其實程式就七行 第一個就範圍 範圍是什麼 4 4 i 等於第二列到 43列 Enter兩下打一個nex 然後呢 邏輯就 if 如果什麼呢 如果這個 Sales i列的一欄 Sales i列的一欄 就這一欄 那所以就什麼 Sales i列的一欄 裡面的資料 如果是 小於 等於7的話 空一格 zen 然後 習慣是Enter兩下打一個 endif 做底下的事情 什麼事情 所以特別說 外面一個回圈 裡面的螺旗判斷 所以這個寫法 一定會經常性出現的 好 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 幫我把什麼呢 這個同一列的 A欄 找到 我不知道哪一列 就是底下 找到 找到 這列 這列的話 第幾列 第13列 同一列的 A欄 底色 改成 黃色 同一列的底 同一列 怎麼敘述 就是這個 Sales i列的一欄 同一列的A欄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A 就這個 它的底色 底色還記得吧 底色一般習慣是先不加刮弧 點什麼呢 如果你那個字可以拼得出來 當然你就自己拼 叫Interior 如果你拼不出來 你可以先把刮弧刪掉 然後呢 點In 記得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點什麼 點Color 等於什麼呢 黃色的話呢 RGB刮弧 紅色什麼 全部嘛 綠色的話呢 也是全部嘛 紅配綠 然後沒有藍色 沒有藍色的話呢 就等於0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不過最後記得 這個刮弧要加上去 把這邊改成A 這樣的話 就 基本上格式化就寫完了 OK 所以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設置個中斷點好了 習慣上是這樣 執行 那當什麼條件 會進到這裡面呢 當這個等於 小於等於7 所以等於的話也包含 那是哪一列啊 你又不要放在I 第13列 就是這一列 所以第13列的A藍 底下的底色 幫我改成黃的 看一下 我黃的按F8好了 有沒有發現 所以呢 當這個地方 小於等於7 那就幫我把他的底色 改成黃色 那底下都一樣 OK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程式全部跑完了 OK 底下都一個一個的 只要是小於等於7 就塗顏色 小於等於7 就塗顏色 那一樣喔 我們做一個什麼 把那個格式恢復 所以恢復的話還記得吧 這邊我們在 寫一個 格式化清除 OK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格式化 再寫一個清除的話 這邊再加一個清除 Henter一下 OK 那清除怎麼清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喔 剛才也不用跑回圈了 因為如果你用4回圈的話 你變成說你要一個一個的 假如說你要一個一個的恢復的話 那其實 就是怎麼樣 把A藍 底下的底色 把它變成沒有 所以借用這個好了 它裡面所有的A藍 那不管 底色是不是黃的 反正一律恢復 就是XLNUN就可以了 這樣意思說 不管啦 反正裡面到底有沒有顏色 我不管 反正只要 A藍的 這個儲存格 我一律把他的底色變成沒有 可以這樣寫這樣 執行 底下你會把每個都恢復了 不過它恢復是說 不管這個裡面是不是 有甜顏色啦 我就一律通通把它恢復了 不過我前面講過 像這種大 就是連續範圍的話 比較正確的寫法 應該是用Range 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如果這個要把它改成Range的話 你就寫成什麼 Range 哪個儲存格開始 A2 所以你就等 A2 貿號 到A的43 這個範圍 如果恢復的話 其實就 等於是這樣 把這個 寫到這裡來 這樣的寫法 是一個儲存格 一個儲存格的慢慢清 清掉那個 裡面的底色 那這個的話是 整個先選取完之後 再把底色清空 我顯然 第二種寫法 應該會比較OK 比較推薦 不過兩個結果是應該都一樣的 所以執行 OK 那這邊的話應該就有底色 清除的話 就是 再把 這個地方 把它清掉 OK 那就完成 不過後來 做完這個 其實我本來是寫 這樣的格式化 然後 其實已經 還蠻清楚的 號碼都 看得到 可是有同學說 這很麻煩 每次要捲到下面去 才看得到資料 好像不是很方便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乾脆就直接 幫我把這個12號 直接提取到 F欄的這個地方 我增加一個欄位 所以你們待會 在F欄增加一個欄位 欄位名稱叫前七名 直接乾脆幫我把什麼 12號 複製到這裡 21號 幫我複製到這裡 列在這邊就好了 欸 這個地方該怎麼寫 OK 所以請各位 先試試看 先格式化好了 然後再 想想看 如果要把前七名列在F欄的 這個 F2 一直到F8的話 那該怎麼改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其實兩種方法 對於將來的應用 也都還蠻常見的 要不就是把資料 用顏色 把它標註一下 比如說幾檔股票 我希望全部都列出來 然後呢 不要把 就是 我希望知道說 那個資料分佈在這個資料的哪個地方 如果我想要知道位置 分佈的位置的話 其實用剛剛格式化這個 其實還蠻好用的 但如果說你今天 不要 不需要知道那個其他資料 我只希望 你幫我把 那個清單 就是我 機率最高的那七個數字 幫我列出來 列個清單就好了 其他資料不要讓我看到 沒關係 那就是待會要講的第二個方法 可是程式怎麼寫 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拿剛剛的程式來改就可以了 只要把底色 變成黃色那一行 改成什麼 把資料cou過去就好了 所以其實格式化這個改成 前七名 其實 基本價格都一模一樣 只是差別是 就是把 填底色 改成什麼 複製資料 OK 那怎麼樣可以把那個 資料複製過去 而且複製過去還有一個問題 第一次要複製到F2 第二次要複製到F3 一直增加往下 那怎麼辦 這個喔 想想看 OK 而且 這兩種方法其實平常都還蠻常用的 第二種方法尤其蠻多的 因為反正我們是希望什麼 把找到資料幫我列一個清單 列個報表 最好是通通找到自動列個清單 列個報表 那我以後就直接可以找得到了 我就不用每次都用人工的方法 在那邊用眼睛看得很痛 而且如果每天看 其實人眼最大的問題就會疲勞 會容易找錯 像剛剛那個動作 用人工來做顯然是不OK 為什麼 因為人會疲勞嘛 很容易找錯啊 對不對 但電腦絕對不會錯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找的速度 電腦也是飛快的 這個資料越大的話 差異越大 所以像這種資料 一般是不太建議 用人工的方式來查詢 所以最好的方法 還是將來用的程式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部分格式化 格式化清楚 先試著寫寫看 好嗎 好嗎